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父皇害死了我阿爹 抢走了我的母亲 我不提到砍了你就不错了 还好意思让我帮你夺地位 如今父皇年迈 隐隐已有立处之意 我们家族本来在天启依托影宗 可狼牙王还在世的时候就废掉了影宗 现在我们家族在天启城毫无势力 母妃又因为那件往事而受尽白眼 江湖之上 吴双城和雪月城的势力 也被其他皇子所占据着 别把自己说得这么如果 母亲当年有一个师兄 爱他爱得要死 叫骆青阳 后来他成为了五大剑仙当中 最厉害的那一位 穆良城城主孤剑仙 现在是你的义父 他确实是我们的义父 怎么又成我们了 你这个哥哥话里话外 都狡猾得很呢 我就想让母妃过得好一点 这么多年来 叶鼎之那件事情之后 所有人都仇视母妃 也看不起我 但我偏要站到最高处 让这些人后悔 用亲情感动我 这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毕竟我和他之间的亲情 并没有什么美好的回忆 但是 争夺天下什么的 似乎也挺有趣的 我不能当皇帝 但能帮一个人当上皇帝 听上去也不错 真的 真的 如果我不去的话 你会死吧 我的亲人不多了 我希望你们两个人 能好好地活着 好 我现在就有一件急事 需要你帮我 我才刚答应帮你 你就给我安排任务 是不是也太心急了 好 的确很急 因为白王萧虫已经动手了 他们正在追踪一个人 那个人很重要 绝对不能让萧虫得手 我需要你帮我抢到他 或者杀了他 那个人 莫非也姓萧 是 是 萧瑟 我不管他现在叫什么 反正没错 就是你心里想的那个人 你们之间情意很深 是 他是我的朋友 我的朋友很少 他算一个 但是你放心 你的请求我会答应 只是有一点 什么 我会保证白王萧虫得不到他 是 但你也得不到 萧瑟不能死 这是我的底线 好啊 我答应你 还有 这一路上 我需要有一个人相陪 你随我走吧 你要带他走 我们好歹也算是有一面之缘 看他变成如今这样 卓是可惜 不妨 你把他交给我 那你带他走吧 事成之后 我会去天启城找你 记住 萧瑟不能死 这是我的底线 我记得你 那我回来 在什么前面 我会让你走 你只能带你 我回来 我回来 你